嗨各位兄弟姐妹们 春节快乐 首先和大家分享一下 我昨天受洗了 感谢主感谢耶稣把我带到了 他的 他的kindom 然后我可以得救 然后我感到很羞愧 我几度想放弃做这个视频 因为 我觉得做视频花的时间比较长 因为我之前要祈祷很久 然后之后也要祈祷很久 然后才能做这么十几分钟的一个视频 但是我今天去 我刚刚从教会回来 然后我的脑子里 整个教会期间 我整个步道的时间 我都很难很难去 让自己去听那个步道 因为好多好多的想话 到我的脑子里面 告诉我该怎么说 告诉我该去做这个视频 所以我想把我想到的 或者说圣灵告诉我的东西 分享给大家 前一段时间就是 我一直比较重点去讲 怎么去祈祷 然后我突然意识到一个很严重的问题 就是说 如果你仅仅是把上帝作为一个 怎么说 作为一个你想要帮助 然后就去让他帮助你的这么一个工具的话 这个想法是大错特错了 因为 因为我曾经是这么教我父母的 我跟他们说 我说如果你祈祷 上帝就能听见 如果你扣门上帝就会给你开门 这个道理是对的 但是 我我我忘记讲一个很重要很重要的事情 作为基督徒 你最需要做的两件事情 这个在使徒行传里面讲得很清楚 基督徒行传的第二章第二章的三十八 第二章三十八说 彼得说 你们个人要悔改奉耶稣基督的名受洗 叫你们的罪得赦 以毕临所赠的顺灵 首先 你要忏悔 你要悔改 这个是作为基督徒 这是最重要的原则的前提条件之一 英文说叫repent repent to god 你要 你要忏悔 你要 你要 嗯 怎么讲 我 嗯 英文里面叫cry out to god 嗯 在中文的 里面讲是说是向上帝呼求 但是我想的讲是cry 你要哭 你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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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真的真真心心的去回改你所做的所有的事情 这样你的罪才能被洗清 你就洗清才能上天堂 这个道理很简单 耶稣 耶稣 耶稣为什么被太下来 耶稣被派下来是为了洗清我们的罪孽 我们的父 我们天上的父 非常的爱我们 他看到我们人类做这么多的坏事 我们我们很快就要被被魔鬼被撒但拖到地狱里面去了 他能做的就是派下他自己的儿子 为我 让他儿子无罪之身 钉死在十字架上为我们赎罪 为我们的罪而赎罪 他的血是为我们的罪而留的 而我们要做什么 我们要忏悔忏悔忏悔 我这个信息是怎么讲 我是给那些仅仅是我知道这个对于基督徒来说这是一个非常非常很普通的一个一个一个概念 每个基督都知道我这个是给那些还没有成为基督徒 我教他我教过别人怎么祈祷 但是当你祈祷之前 当你去想去让上帝帮你做这个事做这个那个事的时候 最重要的是你也没有把耶稣作为你唯一的救主去忏悔 这个是最重要最重要 作为基督徒如果你不忏悔 你根本就你没有得到上帝的原谅 你的罪没有被洗清 那你跟没信一样 你觉得上帝会会帮一个 当一个死不悔改 浑身都是罪孽的人吗 我想告诉你们的是 不要担心说 上帝会不会原谅我 上帝会原谅你的 只要你愿意悔改 我以前在百度知道是哪边 我看到有个人问 他说我听说 耶稣 我听说如果罪人 不信的人 他的罪已经定了 那我们是不是 悔改也没用了 然后想告诉你的是 你如果还没死 你的罪就没定 你死了你的罪才能定 才能决定你是上天堂还是下地狱 你要没死 你现在悔改还来得及 一切都还来得及 你现在悔改 你无论你犯下多少的罪孽 你无论有多少多少的 隐 怎么讲隐 你喜欢打麻将好 打麻将也好 你吸毒或者网发玩游戏 或者所有的你认为是隐的东西 让上帝来帮助 如果你愿意相信他的话 我恳请大家相信他 因为他是真的 他是真的上帝 他真的存在在那里 他只是希望我们能够意识到他 我们能够认识他 我们能够回到他身边 所以我很恳请大家 忏悔 向上帝忏悔 真心的去忏悔你所做的所有的事情 让他原谅你 让他的血洗清你的罪孽 你会觉得焕然一新 我保证 当你愿意忏悔的时候 你会觉得你会得到重生 你会有机会重生 我想这是每个基督徒所经历的都经历过这个过程 那就是重生 上帝圣灵 圣灵 圣灵是另外一个概念 圣灵当你忏悔的时候 圣灵会用他的火 把你身上所有的束缚 你身上的东西全部都烧掉 让你焕然一新的 让你得到一个新的身体 新的灵魂 你就完全不一样了 还有很多人说 还有很多就是关于祈祷 我想说 我教你们怎么 我教的怎么祈祷 那是对的 但是更重要 更重要的前提是 你做了上帝想让你做的那个人了吗 你取悦上帝了吗 你所做的一切 你觉得在上帝眼里他高兴吗 如果你还是继续赌博 喝酒 从来都 每天不花时间和上帝 不和上帝不祈祷 整天还是做上帝认为做的错的事情 你 嗯 怎么讲 你撒谎或者是 呃 欺骗或者是 还有很重要的 呃 就是要把你收入的十分之一 献给上帝 如果你不这样做 上帝不会高兴的 如果上帝不认为你是一个 呃 愿意祈悦他的孩子 他怎么会来踩你呢 对不对 如果 怎么讲 不是如果 他是真的 他是真的 而我不要做的 相信 你不信的话 我我对那些不信的人 我我我我中国的朋友 几乎没有一个人信 我对他们的 建议就是 如果你不信 你可以 你可以 试着 去和他说说话 你可以 试着说 嗯 试着和圣灵说说话 那当然我 我我我我 我更加更加推荐的是 向他忏悔 向他忏悔 向耶稣忏悔 把耶稣作为你唯一的救主 你会感觉到不一样的 如果你事与事 你会感觉到不一样的 我我把我我我我曾经 就是 嗯 我就是这么告诉我周围所有不信的人 包括我父母 试一试 如果你 我跟他们说是说 你祈祷祈祷试试看 如果你的祈祷应验的话 说上帝是真的 我相信我爸现在就这么相信的 因为啊 我听说我爸很多的祈祷都印证了 但是我想告诉你的是 我很我很感谢上帝 他能够 能够 呃 这么爱你 他能够 呃 我想他 他来 呃 应验你的祈祷 他的目的 是为了让你们相信他 是为了证明他是真的 是为了证明上帝是真的 然后我觉得 你要做的 不仅仅是 我们要做的不仅仅是 我们需要什么 去上帝要什么 这个不是作为一个基督徒 该做的事情 我们要做的是忏悔 你忏悔了吗今天 不是说 不是说哎我得救了 包括很多基督徒 我得救了 我就永远得救了 不是这样的 没有人是永远得救的 你今天得救了 你明天不一定得救 你要每天每天的向上帝忏悔 你今天所做的所有的 在他眼里不好的事情 这才是我们 我们作为一个基督徒 该做的事情 我希望上帝 能够带更多更多的中国人 去认识他 我希望更多更多的 嗯 我的朋友 我的家人 所有的不信者 他们能够认识上帝 我希望上帝的恩惠 能够降临到每个人身上 能够 我希望 我的愿望是 等我有一天去天堂的时候 我希望看到天堂里 集满了人 我希望能看到 那里有很多很多的中国人 我爱中国 我希望中国能够得救 我希望耶稣能够救中国 我以主耶稣致命祈祷 Amen 谢谢大家